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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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短短几天就直接拉高了声势 相较蒋万安被说是躺平足 小圈圈的竞选团队 现在党中央总算看不下去了 昨天中午临时加场 蒋万安跟朱立伦还有郝龙斌合体 就把来议员通通找来 这难道连找人都要把梁老给请出来吗 朱立伦还帮忙官宣 轻点这个立委们要加入竞选团队 难道这个都还要朱立伦帮蒋万来出手吗 不过在台北市我们说 这个参选者一直都有第四位 也就是柯文哲了 昨天上直播继续来猛批陈时中 那柯文哲自豪智商157 那陈时中也直接回应了 小孩子才讲智商 这个大人其实有自己的人生经验 那么第一次看到柯文哲 这一回被讲到回了一句说 你们自己去玩吧 不理你了 好很难得看到柯文哲会有这样的回应 那柯文哲继续拿BNT 继续拿高端来做文章 还说这个2024年自己一定会参选 因为要让民进党多花点钱 但是泼脏水的说法 都被陈时中给一一破解了 柯文哲还是可以自嘲说 自己就是台北跟新竹的第四位候选人 还说民进党就是要攻击他 才可以变化其他的候选人 这样讲有道理吗 今天节目上面我们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员周年晃 举今好 大家好 陈时中竞选总部翻译员林楚英 举今好 大家午安 政治评论员林郑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今好 大家好 前国道代表黄鹏笑 大家好 那么就来看一下陈时中 在今天继续跑了宫庙行程 那昨天抗议的民众 竟然也来到现场了 不过他今天来 是来跟陈时中道歉的 他说自己并不是针对陈时中而来的 这样一般话直接打脸莱茵海硬要做文章 说昨天警方怎么可以把民众拉到一边 那难道国民党这么快就忘记安倍的意外吗 还是忘记了马英九的补鞋网呢 带你快来看 真实者热情高喊动算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前往大同区保安公参拜 小鸡们对屌屌 高人气的陈时中 所到之处宛如小型造势场 庙方特别素描 送上陈时中画像 但就在投入选战之后 接连拜庙行程 今天再度碰上意外插去 如果我有私理之处 向阿众部长鞠躬致歉 只受上一男子镜头前鞠躬致歉 他就是前一天到万华 陈时中受访时 荣山是陈情民众 意外成为政治攻防焦点 特别现身说法 强调并非针对陈时中 其实还原前一天 记者访问时 这名男子是这样喊的 姐姐来好吗 还只是视频的财产吗 台湾的军容 台湾的情报 是不是揍上去都会了 建军总案事务思瑶 也曾经制报收过陈情 看一男子原来是0206齐全 受害自救会成员 没想到警力为安 让蓝白剪刀枪 嘴巴上讲以民为先 但是就是把民众拖到旁边 嘴巴上说 现场民众有意见 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 请大家尽量去倾听 民众大概不会有人 每天没事故意去找这些麻烦 架走民众的万华分局也澄清 依警执法将其劝导代理 是避免支持群众和臣民发生冲突 这事情大家都是同理心 警察有维持治安 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的一个尺寸 我想对各个候选人都会是一样的 民众承行财产权受害 竟被牵扯成抗议万华疫情破口 北市撒卡都嗅到浓浓火掉味 下来是连开局马日文台北报道 好那么今天陈时中来到保安宫 可以看到昨天的抗议人士也来了 而且还特别来跟陈时中道歉 好现在这个抗议者 如果来跟陈时中道歉的话 那来应乱说话要不要道歉呢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这个人根本不是针对 幻华事件而来的 或者是针对陈时中而来的 好他是这个齐全受害自救会的成员 他也说呢 他并不是针对陈时中 个人或者是防疫议题而来的 但昨天第一时间 看到这样的抗议者 我们来看一下 来应的人说些什么呢 好包括讲完就说 这个警察怎么可以把人 直接带走呢 拖到旁边 难道以民为先 就是把民众扛走吗 包括罗志强说什么呢 好说这个以民为先 怎么会先把成亲者架走呢 许巧心还说陈时中 根本是双面人 那现在引发抨击了啊 这个是来因刻意要制造对立吗 你都没有讲清楚这抗议者 为什么而来的呢 而且这抗议者之前跟柯文哲 之前跟蒋万安抗议过啊 好 寻找一下这个正好 难道因为我们现在在选举嘛 大家很在意这个安倍的意外吗 难道国民党是忘记了吗 我先这样讲 一个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来讲 这位抗议者其实谈的是 0206齐全受害自救会的成员 什么叫0206齐全受害自救会呢 他在2018年2月6号 那一天的期货上冲下行 那其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缺失 他为这事来特意 好 我们稍后再来请正好来为我们说明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指挥中心记者会的最新现场 减少2000例左右 就降了大概7.6% 另外也跟上星期四 上星期四少了2690例 那大概下降了9.7% 那目前就是还在一周 一周的这个每周的这个规律里面 就是大概礼拜礼拜三比较高 4 5 6日就会比较低 那礼拜一直最低 所以再来可能 这最近的这个两三天的疫情 也有可能这个数字会比24000再低一点 那今天如果个案有264案 那死亡个案是74例 那再来请罗伏针对死亡个案的部分来说明 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新增231例的中重症的个案 那中症149 重症82 在这个死亡个案的部分 74例当中 年龄是从90多岁到这个小于5岁 针对这个儿童的部分 我做一下说明 这是一个3岁的男童 那本身是只有发展迟缓的这个慢性的状况 7月12号的时候开始有发烧40度 到这个腹泻还有活力食欲下降的情形 家人带他到急诊 在急诊这边发现有血压偏低跟呼吸急促 有胸凹的这个现象 那经过裁剪 PCR阳性确诊 COVID-19 于当日7月12号住院 那隔日就因为病况有恶化的状况 插管转 那个加护病房来 使用呼吸器 以及就给予这个瑞德西韦 免疫球蛋白这些药物来使用 那整个过程当中 不是因为这个病况恶化 多重器官功能 都有变差的一个状况 而在7月17号的时候过世 那据这个死亡诊断书的记载 死因是急性心肌炎 以及有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这个是我们首例 这个12岁以下儿童染疫之后 有并发急性心肌炎的一个病例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儿童死亡的病例 是增加一位 数字是23名 那另外今天还有四个 这个儿童的重症的个案 其中三位是miss C的个案 都已经病况好转出院了 另外有一位则是有一个肺炎 只有多重感染的情形 特别针对这一例 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是一个八个月大的男婴 他本身是没有慢性病史 7月6号的时候开始有咳嗽发烧 隔天7月7号有活力食欲下降 和家属带到急诊 在急诊这边X光显示有肺炎 并且检验COVID-19确诊阳性 那因为是有呼吸窘迫 跟败血腥修课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收支家务病房插管 使用呼吸器 那在住院后的检查 是除了新冠确诊以外 又有在发现就是有肺炎链球菌的抗原阳性 这是从尿液当中检验到 那代表说有身体有肺炎链球菌 好 监奋度确诊人数是来到24907人 那么死亡人数是增加了74个人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个案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抗议者 今天特别来跟陈时中道歉了 说我并不是针对陈时中而来的 也不是针对万华事件而来的 但是要请教郑浩 现在蓝银开始操作抹黑造谣 说反正有人来抗议 就是针对你陈时中 这是一种见烈欣喜的感觉 我是因为我昨天下午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蓝银会往这边操作 我跟晃哥同台 我就说会 果然我猜他们就往这边操作 结果真的大家请操而出 可是现在看着感觉到事实 会不会感觉有点尴尬 0206集权受难者的自教会 那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 期货市场在2月6号那天上冲下行 导致很多这个期货选择权的人 都有这个受灾的状况 然后亏很多钱 我讲第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关卫福部长什么事 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算陈时中选上台北市市长 也搞不定 第三件事情 陈时中然后柯文哲还有这个蒋万安 唯一有能力搞定的叫做蒋万安 因为他是在中央当立法委员 他是对于金管会是有监督责任 也有监督权力的人 所以他也有去找蒋万安去做呈情 而蒋万安没有理 所以现在人家才跑来去找这个 所谓的陈时中来去做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 牛头不对马嘴 就第一件事情 本来这件事情跟陈时中就没有关系 那现场的警察把他带走 我坦白讲 第一件事情确实 因为安倍晋三的事情 大家警方现在皮崩非常非常紧 你不可能让同样事情在悲剧一再上演 所以现在维安规格都提比较高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 我现在看到柯文哲帮这个民众喊冤 我坦白讲我觉得无比讽刺 柯文哲你不是才刚办完双城论坛吗 你怎么不帮河南村镇一行的受宅户喊冤 不是一样道理吗 河南村镇一行是我的钱被中国老共拿走 还被黑人揍 你看他现在说什么 你这个陈总离民众很远 然后你就不听民众承情 你应该听民众讲话等等 你怎么不跟你老大哥中国讲 河南村镇一行逃 连共资老台都不敢讲了 不能讲吗 你双重标准 你如果认为你是人权优先 所有城抗你都要听 尽量满足的话 你怎么不跟老共讲村镇一行 第二件事情 国民党在喊什么院 你太阳瓦是拿警察是拿棍子去打学生头 把人家打破 打得头破血流的 你现在跟我讲说你这个民进党怎么离民众那么远 等等等等 其实坦白讲 那个人在抗议的时候 第一时间 其实大家并不太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勉强调什么0206齐全 0206齐全 马上就被拉走 所以对于警方来说 我第一时间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其实如果 一开始他现场有跟警方 因为警方其实看到奇怪了 他在候选人来这里 警方会跑去跟你聊天 会说你大概要干嘛 你有什么诉求 甚至现在警察细腻到说 那干什么你陈情书给我 我帮你转搭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显然他也没有跟警方沟通 所以警方第一时间已经觉得说 你有没有什么怪事情 所以赶快拉走 我相信这套保护的标准 即便是蒋万安在现场 警方也会用同样标准来保护蒋万安 现在怎么变成是你们攻击陈时中的理由了 对不对 那好大家打勾勾 以后有人承抗你蒋万不准拉 我明天就去拿蒋万安还我牛 然后综合票投李正浩 我就这样拿看你拉不拉 拉嘛 你我离题了嘛 而且你还要挡在摄影机前面 对 我还挡在摄影机前面 而且你要大喊 让媒体没办法联放 那国民党不准拉 不准拉 大家来嘛 现在离题的不可以拉 我怕你会先被摄影围 我就先被揍嘛 所以我这件事很单纯的一些事 赶快安还我牛 综合票投李正浩 保证被拉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过去了吧 算了吧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坦白说我看就是一个很乌龙的 而且讲南京 哪个政治都出去没有被抗议的 无论好坏嘛 包青天出去都被拦叫喊冤 我觉得啦 确实你可以去做攻击 可是有没有 我昨天就预言 国民党一定会攻击这点 今天国民党真的攻击这点 最后一点 我觉得民进党最厉害的部分是说 我发现 为什么要那么快把政行成行 因为你看今天不止吴思瑶在脸书上说 这个人找我成情过 他是怎样这样这样 何志伟很厉害 找到那个本人 然后找到那个本人跟那个人沟通 然后把那个人的原委都放在脸书上 我一看就懂了嘛 我算是受众嘛 原来这件事情跟陈思忠没有关系 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政行的部分 为什么政行陈行这么重要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用 这件事情才可以让团队获得最大战力 那包括处理委员是这个陈思忠的竞选总部的这个发言人嘛 那你看到这样子的问题 国民党现在操作这样的议题 你不会觉得很傻眼吗 好我们刚刚正好不是说了 每一个政治人物一定都会遇到有人来抗议 讲完也遇到过啊 那这个时候说什么呢 嘴巴说责任来就扛 民众就被扛走了 但事实是他有被扛走吗 没有耶 昨天那个现场他是直接被请走的 而且这两个人呢 好 嫁离这个陈情者的人 是万华分局的一个督察的组长 还有承办选举业务的巡官 这两个人都是警方的代表 警方表示呢 他们只是保护抗议民众的人身安全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首先我先要先提一下 因为随着选举越来越近 基层员警其实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 请大家先不要指责基层的警方 因为你要知道才刚刚发生安倍的事件 这一位承抗者在那个现场 如果我们自己有带子的话 你去还原那个拍带 事实上他是越来步步逼近 最后他原本是这样默默的这样拍 后来他就站起来了 他一举起来就挡到我们后面的 这些摄影大哥的镜头了 所以一开始是摄影叫他蹲下 他不要 然后你会发现这在城市中旁边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出来采访的资深记者 主播那个脸越来越僵硬 因为你知道那个镜头被挡住 等一下回去等了半天 没办法交差的画面 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我自己是媒体出来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基层的这个所谓的万华分局的远景 只好赶快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首先我要讲的是 你国民党不抹黑 你不会选吗 你为了要为这个躺平的讲案 你只好捏造事实吗 事实上昨天第一时间 不只是总干事吴思耀写了脸书 来还原整个事情 就像郑浩所讲的一样 今天早上呢 包括了这个 我们的另外一位发言人 何志伟 专任雄也闹了现场 专任雄其实也写了脸书 事实上他把他请到旁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专委员他是律师出身 那么我们昨天就知道说 这个案子事实上 已经有了一个法院的判决 就是说包括他们在 被迫被平仓之后的 血本无归等等 但是因为有法院的判决之后 在立法院当中 很多的委员都被陈勤 还有像江永昌委员 费洪泰委员 陈娇华委员 等于说他就是一位 陈抗上面的老面孔 我为什么用老面孔来形容 就是说因为他很常出现 以至于其实警方 第一时间看到他 就知道这位陈先生 大概是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疫情 不是为了万华人 就是为了他们的自救会 所以你也要知道 警方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 可是呢 你国民党我要再三强调 是大家去看 庄瑞熊委员的脸书 因为他今天跟他 聊了好谈一段时间 甚至于帮他做了一个 法律的咨询 他告诉庄瑞熊 他找过四次蒋万安 所以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 蒋万安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如果人民来陈勤 你以民优限 你就是把人民拉走 然后要把事情做好 我问你 他找过你四次 你有没有帮他解决问题 所以他找过 如果有 如果有 蒋万安四次了 那都是因为蒋万安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吗 我不清楚到底蒋万元 或是他的办公室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民众来找我们 陈勤文都很有经验 我们也不是说 马上办或包办一定成 只是说这一位民众 他找过你四次 你不认识他吗 你们既然可以 地割倒菜兜的说 这个人 他是来为了万华 为了疫情 国民党你不抹黑 不扭曲 没有办法帮躺平的 蒋万安选举吗 蒋万安你在睁眼 说瞎话吗 你怎么面对你们这种 造谣抹黑 然后只是为了 要打击陈时中呢 你们明明知道他是谁 可是你们偏偏 要地割倒菜兜 今天还有国民党的议员 一直在轰这件事 第二个是刚刚我看到 黄珊珊的说法 我也非常非常的生气 你说民众不会 无故来做陈情啊 要体谅民众 我告诉你 万华分局 是我们现在 陈时中竞选团队 可以指挥的吗 是谁可以指挥 万华分局的远景 就是我要必须要讲的是 你身为这个 所谓地方政府 我一开头为什么 我就强调说 我们不苛责远景 但是远景在做 他该做的这个 伟安的防护 可是你蒋万安 蒋万安你说 今天要装作不认识 装死 那你黄珊珊呢 今天不是我们 请你们去把人拉开的 蒋白鹤 也是台北市政府 底下的这个 万华分局 去把人拉开的 你怎么会反过来 一副好像 讲风凉话的感觉 这是怕人话 救人呢 那我们就只能吃闷亏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会认为说 民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然后也知道说 事情是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我要套用一句 我其实刚刚在 另外一个地方我也讲过了 哈佛大学的校长 在开学典礼的时候 勉励他的学生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是确保我们的毕业生 能够明辨 谁在胡说八道 所以现在我要透过这个节目 来告诉大家 不论是国民党 又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你们把这件事情操作成一个 恶意的抹黑跟扭曲 谁在胡说八道 民众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所以陈时中说了一句话呢 他说不要用病毒来制造对立 但是这场选战有人在刻意制造对立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昨天的一个抗议者呢 现身在陈时中的场子 结果呢 蓝音就开始讲说 哎呀 这个就是冲着陈时中而来的 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啊 好 今天这个抗议者呢 也出来跟陈时中道歉了 到底是谁在制造对立呢 除了国民党还有谁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整件事情陈时中就说 不要用病毒在制造对立 但有谁在制造对立呢 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现在酸了 哎呀 说警察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直接把民众架离现场 就是很怕陈时中被打 我们要请教晃哥 因为有趣的是呢 现在被网友找出来了 哎 这个抗议者也曾经来过 柯文哲的场子抗议过 好一模一样的人 难道柯文哲忘记了吗 而且这个抗议者被启提说 那根本是柯文哲跟蒋万安的支持者 所以现在蓝白在操作什么呢 其实我倒是不会特别去帮这位陈先生说 他是谁的支持者 因为他有可能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 所以只要有机会 他就要找人来陈勤 所以我觉得他去找蒋万安 找柯文哲都很正常 但是这件事情很简单 第一个他叫做陈勤 他并不是抗议 然后他在陈时中之前 有去找过柯文哲找过蒋万安 也就是说这两位都没有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见到面 跟他了解他陈勤的内容 不管有没有 但是他这位陈勤者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他才会继续找陈时中陈勤 而且刚刚大家都讲过 这个陈勤的内容跟陈时中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既不是医疗 也不是社会福利 所以找他陈勤 大概只是想说 因为你要选市长 因为你有声量 我想凸显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位陈勤者的心意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昨天到今天 这样毛起来打 其实我看事情 我比较喜欢从乐观面来看 就代表说陈时中 真的没什么可以攻击 所以他们只好 连小题大做都不是 因为这个连题都不是 这个叫做栽赃抹黑 或是叫做健烈欣喜 有人抗议被架走 好 你知道那是套用公式 你知道吗 有人抗议被架走 等于是你不倾听民意 等于民进党专制独裁 民进党没有言论自由 SOP就出来了 对那种脑补就开始 各种脑补就出现了 但事实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 身为一个公众事务的评论者 你在评论之前 有责任去查证 而这个查证 一点都不难 他找蒋万安找过四次 除非蒋万安 四次对他视而不见 要不然蒋万安应该觉得 很熟悉的场景 这个人好像找过我 找过柯文哲 柯文哲应该也觉得很熟悉 就是说你们的印象里面 一定会有 可是你们完全忽视你们的印象 就直接就先抹了再说 先酸了再说 好 那这个抗议 基本上今天 因为今天他又去 今天是在保安工 大家看到 这个是发言人庄瑞雄 他就找一个 比较稍微阴凉的地方 跟这位陈先生坐下来 就聊起来 那内容大概就刚刚楚英讲的 我就不再赘述 也就是说 陈时中团队处理这件事情 是有方法的 而且他是很正面去面对问题的 他不是说 好 这个是与我无关 然后你今天再来抗议 我理都不理你 我一样找我的发言人 而且是一位有律师背景的立法委员 我坐下来听你讲 然后呢 我们能帮忙的 就尽量帮忙 如果法院已经判决 当然就谁也改变不了 除非透过司法程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陈时中团队他处理的态度 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 那你再看看 蒋华安跟这个民众党 民众党的柯文哲 你除了栽赃抹黑 真的想不到别的方法吗 要查清楚这个人很难吗 而且柯文哲过去 是怎么面对陈抗的人 面对独派分子 说这种人就是欠打 找陈时中 这个还没有 而且昨天 根本不是陈时中 可以指挥的人去动手的 而且大家如果仔细看 昨天那个画面 你知道这个人 他本来是蹲在那边 当他慢慢开始站起来 开始大声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喊叫他 蹲下的是后面的摄影记者 因为我干嘛拍你屁股啊 回去长官不会K我的 所以其实是一开始 是摄影记者叫他赶快离开 因为那个时间很短 那警察后来是没有办法 想说你再不走 后面摄影记者大概会暴动 那就好 我来我两个人来把你架开 而且他并没有把他 带上警车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他只是请他到旁边去说 你先到旁边不要妨碍人家工作 我觉得这个处理基本上 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没有执法过度 那你要讲好笑 还记不记得马英九当年 因为很多人对他丢鞋子 所以警方花了50万 买了149面的补鞋网 抗议者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嘛 那马英九那时候还被淡洗 被丢鞋子 这怎么不说呢 你看到这个画面 你不了解台湾的政治发展 你还以为是在抓赛哥的 还以为是在抓赛哥 对不对 还以为是在抓赛哥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今天我知道 要找到陈时中的 真正的致命的缺点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不容易 所以国民党再玩就是那一套 防疫啦 什么破口啦 然后昨天这个事情 就拿来栽赃抹黑 反正看一个鞋子就生一个鞋子嘛 就直接反正先抹了再说 但是我觉得这种攻击方式 也许在你们的同温层 大家会很嗨 可是他是没办法离开你的同温层的 也就是说 对于同温层来讲是很嗨 可是对于帮助蒋王安 或是帮助黄珊珊当选 其实他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 那黄珊珊回应我也觉得蛮意外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律师 又当副市长当这么久 当过民意代表 应该很清楚这种场面 那从他的回应我可以理解 他完全没有想去了解这件事情 反正我就是看到画面 看图说故事 对就是这种回应方式 我觉得台北市的选举 应该可以再改变 就是大家可以针对议题来攻防 那你说好 真的哪一边做错事了 你可以批评他 但是请记住一句话 以事实为根据 不要去抹黑 不要去栽账 好你看 刚刚晃哥讲到一句话 果然 这个统媒立刻请朝而出 而且看到整件事情 赶快下标说 哎呀 陈时中冷血啊 粗暴啊 那么轻中阵营的网军 马上带风向说 哎呦 真的很难想象 以后如果陈时中当市长的话 面对陈抗会怎么做呢 好 但是被发现 这名男子呢 其实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也找过柯文哲 抗议同样一件事情 连喊的口号都一样 下场也一样被拖走 所以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玩一些什么呢 放大操作 我们要请教静平哥 因为现在呢 这个移走成情者的人 也是警察嘛 那也不是因为疫情而来的 国民党过去像马英九啊 很多人啊 都遇过这样成情者 这个是回力标 有没有可能想过 会不小心打到自己呢 只要是回力标 都一定会打到任何人 包括自己在内 但是刚刚在座说什么 讲万安科批或怎么样 我就听着觉得很好笑 所以今天其实事情 昨天网路上 大家都在发烧这个焦点 很高兴民进党和陈时中 建议总部 今天终于回过神来了 然后还可以去找到这个先生 也不错 然后厘清了整个状况 但是呢 昨天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 和影像 还有整个照片 就是看到那个男的 被另外两个男的架走 那直接拉开 当然刚刚大家还原很多现场 说什么 攝影大哥会挡到会骂说 蹲下 不要挡住去了 那个在那一瞬当中 作为乐听大众 在看电视节目 看电视节目 不见得会看到那么多的话 但是明镜党有办法 先找到这两个人是警察 其实国民党也有办法 先找到嘛 对不对 但是没有 国民党的议员 我看到他们就直接问 问万华分局 远警啊 就说你们怎么可以 把人这样架走 是不是你们的人 先厘清 是不是你们的人 万华分局承认说 那是他们的远警 然后也讲说 为了保护 因为现场 拒警方告诉台北市议员说 因为现场有人 已经有男生说什么 要打他 然后还有人骂脏话 那女生 有听到女生的声音说 叫他闭嘴啦 知乎谁 就是怕群 因为搞不清楚他是干嘛 他的目的 是来自为何 刚刚说他找过 想万安曾经试试 我就不相信 包括林楚英在内 和我自己也在内 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议员 真的有人去找到你的服务处 找你两次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到十次 那没有见到你本人 他也会说 他去找过你五六次 你真的是见过他吗 不见得 所以说去找到蒋万安 你是见到他找蒋万安本人 还是见到他找到 找万安的服务处 所以我就说 骂柯文哲跟黄珊珊吧 我们国营党骂错人了吧 找他们成情不见了 就是他们两个的支持者 怎么会说蒋万安跟这个 柯B的支持者 我也觉得很瞎 昨天他到底去跟陈子中讲什么 还是利用陈子中那个场合 要表达什么 不知道 第一个要厘清了 那嫁走的人是谁 是警察 好警察也承认是他们 那后来议员问警察 为什么要嫁走他呢 那警察说 为了保护他 就像刚刚有来宾讲 为了保护他 不被现场 其他激动的人 可能要打他 或对他做不利的 这个事情或行为 所以赶快把他拉开现场 因为警察 你怪成事要干嘛 警察是我们可以 不是你讲一大堆 不是我说整个状况 国民党跟民众党 也不会知道说 那个人是来抗议什么的 你们要负责知道 你们攻击方 那问题是 现场方面 他新闻出来了 就是这样啊 人家要表达一件 你起码让他讲完啊 就像我这样讲话 你起码让我表达完啊 一样你要讲完嘛 对不对 你们在讲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插话 或是讲你们什么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就是表达言论的自由 你们难道能连这一点包容都不行吗 所以大家看到的画面 或影片 自然会产生很多的联想 然后就说什么抹黑公主 我觉得 无限上纲的是你们 那今天把他回过神来 好好的去厘清这件事 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坏啊 但是也不要说 国民党民众拿着抹黑 那你讲全国观众是白痴吗 所有的人都在看新闻画面 看到照片 看到事情发生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那你就让他讲完吧 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变成说 但他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 但当然了 国民党要指责之前 应该先确认一下 事实的真相跟原委 包括这个陈晴男子也说 不好意思来跟陈时中道歉 因为他说有失礼的地方 那就代表说 那后续查出来 他也是柯文哲 跟这个蒋万的支持者 那不管他是谁的支持者 他来到这个地方 毕竟他道歉了 那我觉得国民党 是不是刻意要 以这件事情来制造对立呢 还有黄珊珊的说法 我们要请教慧珍姐 因为包括陈时中 昨天在万华的道歉 好 黄珊珊就立刻呛下说 如果不是为了选举 你会不会道歉 这话一下子 蹦就蹦出来了 大家截取标题 但是忘记了吗 为什么陈时中要道歉呢 是因为卫福部的次长石充良 在当时六月份 讲了一句话 隔天陈时中有没有道歉 陈时中立刻就道歉了 陈时中当时有之前说 没有人愿意染疫 因为这个石充良不小心说 万华是防疫破口 所以昨天的情况只是 陈时中刚好又到了万华 他只是再说一次 结果又被黄珊珊拿去做文章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他们从头到尾 都是要打所谓的一个 攻击负面 泼脏水的一个选举方式 第一个 光是昨天的万华这个现场 如果其实我跟你讲 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觉得整个套路很相似 什么套路呢 都是这样子的 先是有画面出来 画面出来之后 事实上开始就有政治人物跟进 政治人物就开始 画得黑眼的窥青 就说你看你看 是陈时中他们可能叫人家 把他弄走的 然后怎么只在同温层里面 陈时中到万华 被当地人给 给抗疫之类的 但事实上 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防疫的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现在从头到尾就重复着 当时去抹黑跟批斗林长佐的整个三部曲 过程一模一样 就是先有画面 画面之后就有政治人物接棒 政治人物接棒之后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 所有人就针对这个议题 然后不断的抹 抹到后来 你后来发现 你深究之后发现 根本就是割到猜得 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说现在认为 不让这个人把话说完 就把他架走 那你要骂的是柯文哲 你要骂的是警方 当然我们会认为 警方是基于一个候选人的 一个生命安全 这没有问题 但是就再怎么样 你也不会把它变成是 陈时中的问题 可是现在显然 我觉得不管是白的 或者是蓝的 他们真的是跨得偶像窥气 所以现在你看 明明都说 比如说刚刚讲到 破口这件事情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还真的会以为 哦原来那个陈时中 曾经讲过万华是破口 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讲的 所以呢 陈时中是因为一个 主管的一个职责 所以他认为 所有卫福部有一些官员 在执行的情况 有一些可能 说话不够精准的 我概括承受 所以在当时的那一天 隔一天 他马上就为了这个 说话不精准而道歉 这一次再到了万华 虽然身份已经转换了 实际说实在的话 他可能可以说 这几个不是我讲的 没在去问下 但人家没有这样做 人家会认为说 当时我是卫福部的一个部长 我是指挥官 我们下面的人 有任何说话不精准 让当地人不舒服的地方 那我愿意道歉 而且一年多之后 我到了现场 我愿意再为这件事情道歉 我觉得他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承担 就是一个风范 但换句话 你们看现在其他人 你看哦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道歉被 第一个 黄珊珊先抹黑 那如果不是为了选举 你会道歉吗 拍子人家一年多 就道歉过一次 第二个 现在又开始 一个氛围又出来了 不断在说 好啊 那破口不是万华 那破口是谁 破口是谁 破口是谁 你就会发现 他们没有 对 你就会发现 他们没有要 他们没有要 做一个正面的选举 他们没有要把 去破坏整个大台北社会来 他把所有事情都框在 陈时中还是指挥官的身份 而且其实黄哥讲得非常好 破口是谁 破口就是陈文哲 大家还记不住台北市 当时的整个破口 是怎么出来的 不是就是狮子王 Lion King吗 不是就是整个万华的一个 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 茶室是不是 阿宫店 对 阿宫店茶室这些问题 那好 你如果要细旧 我想请问柯文哲 为什么在你院内 这些阿宫店的问题 这些茶室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 结果搞到那一些 所谓的一大堆茶室 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那你说破口是谁 那破口不是你吗 所以这些话又讲回来 就是说我觉得 现在从头到尾 蓝的跟白的 他们眼里 其实也不想管什么 大台北未来四年 未来八年的发展 他们就不在乎 他们只想要问陈时中 就是要从你嘴巴 讲出万华是破口 因为他们认为 只要陈时中 这个东西 可能是他的阿基里斯健 唯一的弱点 我如果从这边弄下去的话 那你选举 你可能就是 你就会败了 可是我会觉得这些 你们是完全不负责任 因为以一个台北市民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你们这些候选人 你可以破坏台北市 什么样子的未来 我给你四年 你可以把我们带到哪里 而是不是一直跟我讲 破口 破口 破口是谁 我跟你讲 我认为破口就两个 第一个 全世界的破口就是中国 第二个 台湾的破口 其实就是在台北市 好 所以你看 这个蓝白打选战 到现在一路 都是不停的 递歌到菜豆 我们要请教 楚英委员 因为包括 这个曾经者 已经来向 阿丁部长道歉了 没有想到现在 到现在 此时此刻 还有人在脸书上面 做文章吗 我觉得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中国国民党 KMT的脸书 那么到 两个小时之前 他们还在发脸书 内容是什么呢 印下来给大家看 这是比较早印的 所以时间的时候 是他刚放上去半个小时 他说 你看 陈勤来我就扛 陈时中冷血道歉 然后骗人的 然后就说什么 陈勤来我就扛 到现在 我刚刚讲的这些资讯 国民党还在做恶意的曲解 跟抹黑 认为说陈时中 到龙三四的参拜 一边为了当初指挥中心 称万华是破口向人民道歉 结果却把抗议民众给抬走 现在都早就已经知道 两个小时之前 大概就是中午12点吧 他们是不是就已经知道说 万华分局都出来澄清了 而且其实台北市警察局 也特别发了新闻稿 说这真的是为了维安 那么他们希望是 选举越来越热 但是也不希望 这样的事件增加 因为对候选人来讲 对他们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结果还在带头造谣 这样的一个政党 是真的想要去查清事实吗 没有 他们就是要玩 颇份抹黑的选举 而且另外我要讲的就是 刚刚经典有特别提到 说因为国民党 没有办法查证 不知道 来我们来看 除了国民党之外 这一位议员 徐草新 他很早就发了脸书 他就带风向说 你看陈时中 就是双面人 一边道歉 但一边把万华人扛走 这位议员 我们都知道 台北市的警察 是可以被议员所了解的 他是可以被开罚单的时候 直接跟远景说 好啦 我回去再来谈 他既然都可以这样跟你讲 他不能做查证吗 他可以 但他为什么不查证 直接要写脸书 我相信一个台北市的市议员 绝对可以查得出来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万华分局的相关的远景 但是为什么 他不去查证 因为国民党从头到尾 到现在此时此刻 他们都还希望 继续用恶意抹黑的方式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时候 去攻击陈时中 是他们唯一 可以得分的机会 否则 如果你好好去讲这个原委 如果真的 你认为在这样的场合 不应该把群众驱离 那么你要骂的 也不应该是 我们陈时中竞选团队 你应该是要去质疑 台北市政府 你应该去打黄珊珊啊 我觉得对于现在蓝白来讲 你不是最担心的是 黄珊珊抢走你 国民党的票 蒋万安躺平 趴在地上 你的支持度 一部分一部分 都被黄珊珊侵蚀 那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选举 好歹要分得清楚 到底票在哪里 打错人 你们就干脆认了 可是你们现在抹黑 一再地打我们 那你这样子不等于是在 帮黄珊珊做多 那对你 蒋万安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说你们早就是 所谓的 柯友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台北市议会 有非常多的 柯友友议员 但是 他们不是民进党籍 是国民党籍 所以你们现在是来一个 窩里反 吃里扒外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蒋万安开始要清军策了 但是呢 你还没开始清 有些人已经跑到台中去 找新的贡主了 好 所以国民党用抹黑来打选战 是因为帮蒋万安急了吗 包括说决策只剩下小圈圈 所以昨天呢 蒋万安特别请来了 梁老 这梁老是谁呢 朱一伦跟郝龙斌 是要帮忙组竞选团队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陈世忠呢 现在打选战 节奏非常明快 但是对上了蒋万安 这边呢 整个竞选团队 还是混沌不明 所以昨天呢 得由国民党中央 帮忙出手来解决吗 好 当然呢 昨天 大家看起来一个 很团结的造势活动之后呢 被说躺平选的蒋万安 直接再发了三点声明 强调说 我没有躺平哦 好 这个三点声明如下说 目前策略跟团队 对架构底定 成员不断的扩充当中 持续纳入各方支持的力量 我们跟所有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12个行政区的后援会组织 都维持的畅通顺畅的沟通 相关部署将会加速完成 大家看到这一段就觉得 好像有讲 也还是跟没讲一样 因为包括之前报道说 讲完就是因为小圈圈太难搞了 所以原本很多党内人士 想要加入帮忙 但是纷纷打退堂鼓 就是因为讲完里面呢 最倚重的幕僚就是他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严邦俊 还有政大的教授于振华 那五月被提名之后呢 讲完的大姐就是知名导演 蒋惠兰也加入了 成为核心的铁三角 也因为核心的铁三角 难道容不下任何人加入吗 好我们要请教皇哥 昨天呢 这场参会让大家说非常值得玩味哦 因为蒋万安呢 是把朱一轮跟郝龙斌给请出来了 之前一直传出啊 我们即将可能要找立委 林毅华来担任竞选总官司 是朱一轮帮忙官方宣传的 是朱一轮讲出来的 而且里面讲说 郝龙斌也会共同规划竞选团队 意思是说昨天才开始规划 昨天之前蒋万安是没有在做规划的吗 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说一般来讲 任何政党都 特别像这种六都等级的市长候选人 基本上大概就候选人最大了 那候选人希望他有什么想法 他想请谁当主任委员 请谁当总干事 请谁当发言人 应该都是自己决定 当然有一些可能候选人觉得说 我不是那么熟 或者说我辈分不够 可能请党主席帮忙出面 比如说像陈思东请楚英当发言人 就是陈思东自己打电话来的 楚英还拒接人家电话 因为是陌生来电话 你知道现在很多陌生电话都是诈骗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照理说应该是蒋万安自己来处理 那当然我相信他有 因为他比较年轻 可能在党内辈分不太够 比如说要请前一长吴碧珠出面 他可能辈分不够 请朱立伦出面 那其实朱立伦出面 大概辈分也不太够 因为吴碧珠的辈分远比朱立伦还要自身 不管 但是你如果说什么 我觉得国民党好几个候选已经有同样的情况 比如像张善政在桃园 他说整合要请党主席朱立伦 不对 选输选赢是你候选人自己 所以你应该候选人最紧张 而不是说把事情推给朱立伦 好 我不管 这是反正就是可能 讲完处理事情的方法 可能他大概 从小都有很多人帮他打电话很多事 那我听到他讲说加速完成 我听到这四个字其实有点吓一跳 因为其实他最早起步 他五月就正式提名 他早在正式提名前就已经在起步 怎么现在还在加速 加速到底要多快 你的加速也太慢了一点 你是牛车吗 这个现在还在讲加速完成是有点慢 好啦 进度这两天有加快 就是今天早上要公布了两位发言人 都是国民党的立委李德伟跟李贵敏 那我觉得也好啦 就反正他的竞选团队会成型 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 有团队当然是一定要有 可是你能不能够听到团队的意见 或是说团队的意见 能不能准确的传达给你 而且像很多事情 因为选举很多事情 其实会状况会发展的非常快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陈时中 昨天在万华龙山市那个事情 国民党大概他们想到的做法 就是反正我先打 先骂了再说 反正错了也不用道歉 因为台湾人民好像也习惯 国民党有一些人做错事 都可以不用道歉 好 这件事情再怎么怪 你也怪不到陈时中头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今天早上何志伟跟庄瑞雄 先后都跟这位陈先生 有了解详情 那陈先生自己讲的 他曾经四次到 讲万安的办公室去陈情 好 所以应该没有见到 讲万安本人 但是当今天记者去问 讲万安的时候 讲万安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他只回答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从昨天到现在 新闻相关新闻的报道 非常的多 你就算原来不知道 应该也知道了吧 好 对照刚才慧珍讲的 陈时中因为一句 不是他讲的话 两次道歉 这个人四次去过你的办公室 蒋万安今天对记者回答叫 我不知道 请问谁比较冷血 我用国民党脸书的话 还给蒋万安 谁比较冷血 所以我觉得你光从这件 这是小事 这个态度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两个人的这个 完全处理事情的态度不一样 最后我想呼吁一下 因为将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成情者 没有错 你们成情有言论自由 有成情自由 但是请你也尊重一下 记者的工作权 你要成情可以 不要挡在摄影机前面 好不好 你挡在摄影机前面 你知道摄影机者有多焦虑吗 因为有些画面 可能只有一秒钟而已 他没拍到 你叫他怎么办 他去跟谁成情 他回去跟长官报告说 因为前面有人挡住 你觉得长官会听得清这个理由吗 这个在座大家 很多单位记者都很了解 所以你要成情 OK我都没意见 你可以到旁边去 或者说跟候选人的 因为都有随行幕僚 跟随行幕僚讲一下说 我是不是交给你 或说我方不方便 耽误一点时间 你不要大剌剌的 就跑到最前面去 你叫后面的摄影机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互相尊重 也不是说你的言论自由最大 因为你的言论自由 就可以妨害到其他人的工作自由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对的 不过大家说 昨天这场参会 蒋万安是靠着朱一轮跟郝龙斌 才跟来营议员再度来同台 那大家也花一个问号说 那还要蒋万安做些什么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蒋万安要公布竞选团队 但没有想到昨天的现场 居然是朱立伦帮他公布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人王家俊就说了 其实蒋万安昨天中午 临时加场这个活动 和朱立伦好龙斌 在玉喜饭店 玉喜饭店就是国民党籍的议员 陈景祥所经营的 那么就来跟来营议员来合提了 这场活动 国民党和蒋万安阵营 都没有发公开行程 而是透过幕僚口口相传 请跑来营的记者来到现场 那为什么要加场呢 耐人寻味 好 里面就说到了 蒋万安必要要把朱立伦 郝龙斌一起联手 才可以再次跟来营议员来同台 那到底要蒋万安干些什么呢 好 我们要请教正号 因为现在有人说 他之前为什么请不到大咖来操盘 是因为没有亲自拜会 那拜会了之后还碰软钉子吗 我觉得不可能啦 蒋万去拜会 不会有人碰他软钉子 你把他两个月前的蒋万去 一个一个拜会 每一个人都夹到欢迎嘛 他两个月前民调还45% 谁不想跟你黏在一起 可是问题就在于是 两个月被戳妥掉之后 你民调从45% 开始一路掉到三层 甚至三层以下 这才是大问题嘛 就是你前面两个月早干什么去了 选举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活动 选举是限时赛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 那谁能在这段时间做最多事 他就是赢家 选举是限时赛 跟到跑马拉松是这个比谁 跑得快不一样 就是说选举大家都 每一个人参选后 我都给你四个月 这四个月做的最多措施 然后扣掉 扣掉最多对的事情 两边一加一减 你就会变赢家 可讲完问题就是说 他前面两个月完全戳脱掉 昨天这样参会才是正确的参会嘛 对不对 你早该两个月前 请朱立伦 请马英九 请郝龙斌 请吴碧朱 请国民党 所有在台北市的立委 李一华 然后李德威 飞鸿泰 赖斯堡等等 全部做下来 开始把所有的这个该怎么分 怎么分 大家怎么分工 你的责任区是什么 你负责是什么 把它分个好 早晨时中两个月跑 现在蒋万不一样 你这两个月都不做嘛 就这两个月都不做的时候 你现在开始做 我觉得OK 可譬如说你议题主导权 全部都在陈时中身上 好像是陈时中竞选团队 已经成型了 你蒋万才急急忙忙 把竞选团队做好 那蒋万的人说 没有哦 这些早就在口袋名单里面 我谁管你 才不在口袋名单里面 这就是一个气势的问题 就大家会觉得说 蒋万你是不是慢半拍 就那么简单 好 第二件事情是 蒋万算是很特殊的候选人 很少看到候选人落到 大家都帮他急着出主意的 我们最近我上节目 不管你支持陈时中还是黄山 大家都忙着帮蒋万出主意 忙着说蒋万你该怎么做 你该干嘛 你该怎样 然后对于骂蒋万中 大家也带不出任何敌意 很难真的 发自内心的去骂他 可是大家就觉得说 你蒋万为什么 这个不要吓得好 皇帝不及即使太监 太监是我 太监是我们 我们每天都说 蒋万你该怎样 你该怎样 所以我认为 蒋万真的是一个 可操纵性很强的候选人 就是说他的行 他的经历都很OK 可是操作成这样 以不愿者 就是